山雨欲来丰满楼和成为真正的一个新加坡人 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的8月21号 现在是差不多晚上7点半点 刚刚收听完李显龙总理的一个文明的一个讲话 这个当中有很多内容确实是让人为之振奋 第一他还是先感谢关闭疫情当中 各位的一些各种各样对新加坡积极的这些动作 并且提醒年长者要去打第二次追加剂 并且表示他本人已经打了 然后也跟那些不是特别年长的年长者讲说 大家都要重视都要保证自己的健康 然后他还讲了关于地区冲突的问题 不管中美国 不管中国美国的国益 台湾的问题 还是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战争 不管怎么样的分析 核心是一句话 新加坡本身的危险 新加坡本身的国家利益 新加坡本身的国家安全 是我们所必须要最最重视的 也许我们从中国大陆来 也许我们从台湾来 甚至也有朋友从香港来 但是到了新加坡 真正的加入了这个国家 我们就跟每一个土生土长 新加坡人一样 是这个国家的一份子 那也许有的人说 你们是新移民 但我们也真正的成为了这个国家的一份子 那真正成为这个国家一份子 自然是效忠新加坡 以新加坡的核心意义为诉求 然后总理又讲到了华社 包括华语文化中心 推广传统中华文化的问题 但不仅是传统的中华文化 还有新加坡本地的特色的华语 然后出去旅行叫出呆 老板叫投家 然后幸好叫豪彩 然后一切都是那么顺 那么新加坡本地特色 其实做好比英语 也有美识 有澳识 甚至于有硬识 那么法语在全世界各地 会有不同的演化 那新加坡这一点做得非常好 既兼顾了传统文化 又有本地的英诞之一 那我们讲山羽玉兰夫满楼 总理对这个国际形势 形容得非常好 但是当他说投家豪彩 这个时候又非常非常的本地化 赢得了一片的掌声 那再后来总理还讲了很多 关于传统文化 包括那个以荣为代表的音乐 那么还有未来新加坡的 一些发展的畅想 我想首先这个形势就非常的好 说实话以前可能每年也会听到这样的内容 十多年了 但直到这次也许是因为我们真正的做YouTuber 也许是因为真正在疫情期间感受到新加坡的这种团队一致 和真正把人民当作人民 所以这次的简讲更让人觉得很多很认可 甚至于很愿意有反复在听两遍 甚至于有更多去感受的这种状态 特别是总理还以一个普通的家庭 就一个三房市为例 讲到每一个月他可能会得到的补贴 尤其到11月份说财政也要放假去看世界杯 真的非常的便宜近人 非常的接地气 然后这样一个家庭一年可以拿到3000多块钱的各种各样的补贴 说实话确实是不少 那也问到很现实说有些家庭讲为什么你不降低消费税 而反而还是用这种补贴的形式 其实我觉得这个非常好 我们一直讲叫因地之宜 然后还要因人而异 我们知道交消费税可能相对富裕的家庭 或者富裕的机构会交的更多一点 甚至于外国人到新加坡 在新加坡消费也会产生消费税 但反过来真正给到补贴的时候 可能家庭条件相对差一点的人家就会拿得更多一点 相对家庭条件好的人家可能就会拿得更少一点 那么这样的时候补贴是有针对性的 而收税同样也是谁消费的多 自然缴税就缴的多 这样就特别凸显公平 而且还真正的针对不同的家庭给予了不同的税务的筹划 那我想这样的政府很公平也很明智 因为如果只是免税 反而可能有钱人家 反而可以把他们省更多的钱 消费穷苦的人家 他消费本身就少 那他免掉的税自然也就少了 反过来说他的得利也就少了 所以刚刚第一点如果是感到接地气 那第二点就真正是把老百姓尊重了 而且真正是站在老百姓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 那再来整个新加坡的这个国民集会的演讲可不只是华语 我们知道七点钟是华语的版本 马上八点钟就是英语的版本 而在前面六点半的时候还有马来语的版本 我记得刚刚来新加坡没几年的时候看到过一篇报道 是李光耀先总理讲 他说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总理 每天早上起来要看四种不同文字的报章 其实想想确实是蛮了不起 甚至于还听到过李光耀先总理早年用本地话 用一些方言所讲的一些演讲 那一代一代的领导人的传承 同样还是这样 不仅是李显龙总理还有很多部长议员 都同时要用两种甚至于三种四种不同的语言去发表讲话 但这也就是新加坡的人人皆生而平等 我们知道在新加坡不同的种族都是新加坡人 都真正意义上的融入了一起 相反我们知道去了海那边的美利国 可能黑人或者是拉美义就会受到歧视 甚至于华裔或者泛子的亚裔都会受到一些歧视 那现在在欧洲 那些穆斯林和传统的白人之间矛盾非常大 在强烈的中国 少数民族有的地方又有一些超国民待遇 有的地方又有一些歧视 也是很混乱 但只有在新加坡 不管你是什么民族 你在新加坡你就是新加坡人 你就应该为新加坡这个国家而效忠 那反过来我们的领导人又同时会讲几种不同的语言 这个真的是值得跟全世界的朋友讲 今天这支影片可能会有一些新加坡的朋友看 但更多我们是想做给全世界的华人看 不管镜头前的你现在在美国 在英国 或者你在中国墙内 甚至于你在搞台任何一个地方 我想不妨你可以在油管上去搜索一下 李显龙总理今天的这一段讲话 如果你说你华语水平差一点 你也可以听英语的版本 甚至于马来语的版本 但不管怎么样 我们讲新加坡不是为了推广华语而推广华语 而是站在新加坡自己的立场 新加坡不是为了反对俄罗斯 或者所谓投放美国 而是站在自己的立场 甚至于总理分析清了每一个亚洲的国家 印度为什么弃全票 中国大陆为什么弃全票 越南和柬埔寨为什么弃全票 而其他的这些国家 为什么又只是投了反对票 而没有发表声明 只有新加坡真正的投了反对票 还发表了声明 还分析了新加坡的人文和社会的生活 这真的是一个让所有人 可以感受了解体验 和对新加坡有更多认识的一段好影片 差不多也就是小半个钟头 我想各位如果有时间 不妨可以找来看一看 这样你会知道更多一点的新加坡 那我们真的为自己有机会 成为新加坡的一份子 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更期待镜头前的你 有机会来新加坡看一看 你一定会喜欢上这个国家 这里是心底知道 我们在新加坡用华语 与您分享中华的传统智慧 更与您分享今天新加坡的人人皆生而平等 谢谢再见